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把這個10的2.236次方 當成是10的√5次方 把這個當成是它的計势值 那麼這個數我們稱為誤差比率 這個是誤差 現在也是實驗值 這是理論值 實驗值跟理論值之間的那個 誤差 除以理論值 這個就是誤差比率 這個誤差比率 他說用計算機 要你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以後的話 會是等於0.000什麼東西 那現在他問說 小數點後 dm位不等於0 那這m等於多少 dm位不等於0的這個數 n是等於多少 他要問你這個mn 那怎麼做呢 這個的話 你就直接按計算機 這個計算機怎麼按呢 這個的話 我們就算裡面這個東西 就是說 按這個10 1 0 按10 然後這裡有一個鍵 是這種鍵 這個是次方的鍵 再按這個鍵 按下去以後的話 然後的話呢 再來多少呢 這是2 點 2 3 6 要這樣按 10 這個1 再2 點2 3 6 這是等於這個 這個前面要先按個括號 然後再減掉多少呢 減掉 減掉的話 這個當然要按鍵 這是按鍵 減掉多少呢 1 0 就是這個按鍵 的 根號 這裡有個根號的鍵 根號 無次方 根號無次方 然後括號 這個要按 這要按鍵 這些都是按鍵 再除以 這個也是按鍵 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 10 按 2 多少次方呢 根號 5次方 那這樣把它按出來的話 那你就會有 一連串的數字 0.00多少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按 按這個按 按 這就是 挖號 10 10 的 2 2 2 3 6 1 2 2 3 2 3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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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5 6 5 5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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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5 5 6 5 5 5 6 5 因為我找不到絕類值,那你自己加絕類值 自己把絕類值加進去 自己加絕類值的話,這個就加絕類值,這就變正的 它當然這裡沒有顯示那個正的 這裡是顯示負的,那你自己給它加絕類值,那就變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,小數點後第幾位不列 1,2,3,4,小數點後第四位不列 那第四位是1,所以這個是4,1 所以答案是4,1